入春以来 河北省成德市丰宁满足自治县大滩镇的京北第一草原 迎来了上万只候鸟前来栖息觅食 在京北第一草原的海流图国家湿地 灰鹤 白枕鹤 大雁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正在草地上栖息觅食 这些候鸟们成群结队 时而互相追逐 时而结伴展翅 场面微微壮观 据了解 京北第一草原是以草垫 沼泽 河流为典型特征的坝上高原自然湿地 面积约为600平方公里 草原上现有野生动物280多种 其中鸟类167种 每年春季都会有大量的白枕鹤 大雁 天鹅 赤马鸭等候鸟在此修整 然后继续向北迁徙 这种景象一般会持续到4月底